我是人类 我是要讲 人类是一个很知识的一个生命体 很好笑啦 最好笑是看过有一个带着那种 不好的消息会多个好的消息 很多人都会散播一些比较 慌的一些消息 例如呢 大家好我是Karen 对于最新中国疫情的发生 研究者们各有说法 有的表示 貌似是和野生动物有关 与几种动物的基因组系列极为相似 也有人表示 这很可能是人为所制造出来的 基因工程手段 而近期在网络上也流传了一张 名为公众防疫指南的照片 那里头呢 非常详细的指出了病毒在不一样的环境 以及温度下的存活时间 这张照片引发了网友大量点赞以及转发 然而经过查证之后呢 表示 其实这不过是一名网友的推断和猜测而已 完全是没有依据的 其实除了这张照片以外 网络上也频频的 发出了不一样的预防疫情偏方 您知道的又有哪些呢 有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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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不是在身体操作 人们不在身体操作 我知道很多人都讲是吃蝙蝠啦 可是之前有一个新闻 我是听到是讲说 吃那个什么 脖子里也是有关系到 我认为我认识一些 BBC的报道 公司的公司 公司的公司 也认识一些 也认识一些 也认识的 也认识 你不认识吗 是因为吃咖喱啊 然后刚刚我也是有看到Facebook 也有可能他们的饮料里面有 那种什么大葱啊 蒜米啊 之类这样子 有预防到 Facebook 他们讲哦 喝酒可以凶那个 Virus 啦 对对对对 然后我不懂是真的啦 眼神穿眼神 喝糖 我不知道是否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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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是听到从眼睛 眼神传播 我不懂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 然后我有看到 就是新加坡的人 也是有带着那个 眼罩 这样的东西哦 很好笑啦 最好笑是看过有一个 带着那种 那种大大罐的那种 矿泉水的罐 然后拿来套在自己的头上 这样的东西 人们说在马来西亚 是因为他们有烧水 所以病毒会被凶了 所以你不需要太多 不好的消息会多个好的消息 很多人都会散播一些 比较令人可能会 恐慌的一些消息 例如讲 一些在武汉里面被严禁的时候 一些悲惨的画面啊 那些流出啊 但是很多他们都忽略了一些 好的一方面的东西 人性方面的东西 这样子做只是不断在增加一些 社会的一些恐惧啊 不安啊 一些这样的情况 也很多 也很多 不仅仅我看到它 也很多 也很多 不仅仅我看到它 我们的家伙伴 我们的家伙伴 他会分享 有什么事情 说明是印度不够 不够决定 因此 因为饿了很多 柠檬 或是什么嘴巴 什么嘴巴 你覺得這是真正的還是真正的小事? 不,我完全不認為 所以你覺得這是真正的故事嗎? 我完全不認為 所以你覺得這是真正的故事嗎? 沒有 你覺得這是真正的故事嗎? 你覺得這是真正的還是假的小事? 一般般喔 可以嘗試吧 可以嘗試 可以嘗試 然後你覺得不對的 我認為是謠言嗎? 是謠言嗎? 我覺得應該是謠言吧 他這是驅魔嗎? 我沒想到 我沒想到 我沒有想到 我怎麼能這樣做 我應該不會太相信 你覺得這是真正的故事嗎? 不 你不認為 我覺得是假的 你覺得是假的 應該不可能 我沒有想到 但如果我給它一個選擇 我沒有想到 因為我沒有想到的香蕉 我媽媽做的 我媽媽放在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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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沒有想到 我可能也不知道 可能 不是特別相信 因為病毒 它需要進到一個細胞 它才可以進行繁殖 它自己在 沒有接觸到細胞的情況下 還是沒有辦法繁殖 然後 因為病毒 它不算是一個生命的東西 它是一個 它沒有細胞的 它沒有一個細胞的 一個 的系統 我沒有相信 你不相信 我沒有相信 你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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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覺得 得到肺炎的機率應該比較低吧 你得到 很像 Luncancel的 這個機率比較大 因為你已經吸到二手炎了嘛 真的嗎 我沒有想到 你覺得這是一個真實的 真的嗎 我沒有想到 我沒有想到 這個有可能性啊 我覺得好像有可能性 我覺得好像有可能性 有可能性 如果一個人在嘴巴 我認為我會這樣 我會這樣 但我認為不是通過煙 有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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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可能啦 是因為 他們現在是有一些 有醫生是有講 這個病毒是可以通過空氣 就人與人之間傳播 所以二手炎的話 也是可以通過空氣傳送 所以有可能是可以傳播 好嗎 有些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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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過就算了 因為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如果你分享出去 就會傳播一個不死的消息 給外面 媒體也很難 因為如果媒體有一個 很難說 如果媒體有些人 也會更加廣播 在社交媒體也會更加廣播 而在社交媒體也會更加廣播 如果媒體也會更加廣播 也會更加廣播 但我認為 如果是更加廣播 也會更加廣播 也會更加廣播 我是人類 人類是一個很自私的生命體 我們是跟地球共存的 一方面不平衡的話 都會導致一方面的滅亡 以前比如說SARS是一傳二 這個一傳四 而且偏偏他選在是在中國 最為進出全世界的國家 最為發達的國家發生 我覺得很多東西 不可以說是巧合還是不巧合 伊波拉會在非洲 可是偏偏這個會在中國 我相信人類也是可以度過這個難關 希望經過這次的經濟過後 可以有更多的反思一些 我們在人類社會發展上的一些 變動 我真的尊敬他們的工作 他們在做的事 因為他們在危險他們 做一個危險的項目 我真的尊敬他們 為了他們的誠實 為了自己的誠實 我希望他們知道 每個人在世界上 都很感謝他們做的 我希望他們最好 我覺得他們現在應該 比任何人都很累吧 很累可是繼續加油 看到微博上面有很多 我就是真的是賣命的 在幫這些病人 就是在治療 然後是真的很感謝他們 因為真的沒有他們在的話 這個病可能就更嚴重 向他們致敬 最重要是照顧好自己的健康 就是你要好的 有一個自己好的健康 然後你才可以研究好 那個根源跟方法出來 這樣子就是要照顧好自己 到底疫情的發生 是不是因為野生動物 或者說是哪一種野生動物 其實目前都是沒有任何官方 縱使的 在網絡上非常頻密的出現 疫情的原因 傳播的方式 對抗的方法 其實也同樣的沒有得到查證 社交媒體加速了錯誤訊息 或者是誤導性訊息的傳播 因此在對抗疫情的同時 打擊這些謠言也是非常關鍵的 希望大家不要隨便的聽信 這些謠言也不要任意分享 因為您的無心很可能 會造成他人生活真切的影響 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別忘了要按讚訂閱以及分享 也別忘了要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收到我們的第一手消息 我是Karen 我們下一期見 我們喜歡的這個影片 我們裏再見 我們有一個追蹤的 我們來iri方